欢迎收看白宫意见 我是张经义 美国总统拜登执政的第一年 是放弃了阿富汗 在他执政的第二年 他就准备要放弃乌克兰了吗 俄乌局势胶着了七八个月 美国至今已经往乌克兰投入了520亿美元 其中光是军事援助就高达270亿美元 比给了乌克兰第二多军事援助的英国 足足多上了七倍 尽管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仅仅只占美国GDP的0.2% 但这投入犹如无底的坑 早就引发部分共和党人的不满 加上乌克兰做出的最新的2023年的国内预算 说乌克兰预算有多达550亿美元的缺口 他们已经呼吁美国和欧洲填坑了 基辅认为这坑有最高超过一半 都应该由拜登政府来支付 这让一些民主党人也开始觉得 诶状况不太对 连拜登本人据传都和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吵了起来 这是什么状况呢 让白宫意见为你解析 拜登对泽连斯基发脾气于是 是在当地时间周一由全美广播公司NBC爆出来的 据闻两个人是在6月通了电话 拜登告诉泽连斯基自己又批准了对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 然后妙的是泽连斯基竟然开始罗列乌克兰所需要的 但是却没有得到的援助 这下子拜登脾气就来了 说美国对你们是如此的大方慷慨又积极努力帮你们争取 你就不能够多表达些感恩的心吗 报导还说三名知情人士说 早在这通电话之前 拜登对泽连斯基已经生了好几座的闷气了 因为泽连斯基常常在公开场合指出美国哪里哪里给的不够 但平常听说 泽连斯基对美国和拜登有如此高的期待 是因为美国给了乌克兰大量的承诺 但截至目前根据德国智库的一个追踪 美国实际给予的只有承诺的一半多一些 泽连斯基会有期望落差也不难理解 那说回正题 拜登责骂泽连斯基的事件是如何化解的呢 根据不具名的拜登政府官员表示 最后还是泽连斯基认怂 在电话后发表了声明赞扬美国 两人的关系才有所改善 然后NBC的报导来了一个结论说 拜登和泽连斯基的一个冲突反映出 拜登早就察觉美国国会和美国百姓 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持总有一天会消磨完 事实也是如此 一向热衷支持也愿意投入巨额资金的美国国会民主党人 在过了半年多之后 态度开始出现不同 大概是一周前 与拜登同党的国会中院民主党议员 有30个人跳了出来联名给拜登写了一封信 要拜登改变对乌克兰的政策和俄罗斯好好坐下来谈 许多的美国媒体都做了报导 《华盛顿邮报》的报导指出 这还是第一次有和拜登的同党的著名议员跳出来呼吁拜登改变政策 然后政治报导网站Politico说的更直白一点 说拜登的同党同志的说法似乎与特朗普类似 那这可是民主党人第一次对拜登的乌克兰政策发出实质的抨击 这里我来读读这个信件的原件 原文是作为在冲突当中花费数百亿美元 美国纳税人美元用于军事援助负责任的国会议员 我们相信参与这场战争也使美国有责任认真探索 所有可能的突进 其中包括与俄罗斯的直接接触 玩 这30名民主党议员当中多数是前进派的 他们的选民也就是过去支持桑德斯 是民主党内最有动员能力的一群人 也是拜登花了最多时间才整合起来的民主党内的一个派系 那无法说服这群人 民主党的团结势必会出问题 于是拜登的首席发言人白宫的门面 让皮埃尔是站上火线 回应记者的提问 说完拜登与泽连斯基的冲突 和民主党人是第一次公开质疑拜登的乌克兰 共和党人对拜登的政策怀疑是一开始就有的 他们的论点是 美国的经济这么糟糕 钱不是应该首先用在美国人身上吗? 拜登砸钱去守乌克兰的边境 同一时间美国却面临了最严峻的边境危机之一 合理嘛 但是说到这一开始的时候 面临力挺乌克兰的政治正确 大概只有特朗普一个人和极少数的共和党人 敢公开表达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在三月初时 美国国会众院表决支持乌克兰的议案时 民主党的议员是全部都投赞成票 而200多名共和党众议员当中 除了三个人以外 其他也都通通投下了赞成票 然后事情慢慢出现变化 到了五院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 有将近70个人投下反对票 反对拜登在提供给乌克兰400亿美元的援助 然后到了10月中 国会的众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直接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如果陷入衰退 人们将不会再给乌克兰空白支票 他的意思很简单 如果共和党人迎回国会众院 世人将不应理所当然的认为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 而麦卡锡目前是被看好 将有机会取代佩洛西 成为下一任美国国会的众院议长 因为中期选举的局势似乎对民主党不太有利 关于这一轨美国的中期选举 我会再做一期白宫意见 还请关注 不论选举的结果如何 美国两党政治人物都出现了对现有状况不满的声音 美国对乌克兰支持力度的减少或许是可以预期的 而实际上不少美国人可能都还不清楚 之前乌克兰曾经公布 一旦冲突结束 乌克兰预计的重建经费是7500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一整年的军费 如此的天文数字 谁该来填这个坑呢 重点是目前冲突还没结束 坑已经越来越大 最后引用民主党议员信件当中 所引用的泽连斯基在5月时所说的话 他说就是最后只能透过外交途径来结束 泽连斯基说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会选择以外交方式来解决 就算外交是充满困难 但是这将能避免成千上万甚至是数百万人生命的失去 感谢你的收看 谢谢 平安